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这一块好像是一个心病 因为我们就来自于男女结合产生的才能 这是根本认知上我们是有缺失的 一定有另一个配在一起我们才圆满 因为我们看到着父母在一起生存往来 那么这是一个根本的缺失 你会认为不圆满 你的生命不圆满 所以你需要一个另外的补充 其实这是个错觉 但是我不是说因为这个错觉让你排斥婚姻 你可以结婚 但是呢你最起码在内心要知道这些芥蒂 你知道你是圆满了 你可以在这个世界接纳一份爱 你心圆满了 再接纳一份爱 你才不会辜负它 不辜负爱或者被爱 如果你自己心里有缺失 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切满你那个缺失的 今天这个人能切满 明天这个人就切不满了 就变成另一个人能切满 永远永无止据 即使你换来换去 你都切不满你那个全壳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外来的东西能缺失的 或者被爱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 你喜欢 OK 否则 红印变成切你黑洞的东西 怎么可能 那就是伤害 那就是风目 我告诉你 婚姻不是用来换你那个黑洞的 因为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缺失感 拿婚姻来弥补跟谐冲的话 婚姻一定是不幸的 而且一定会是伤害 你已经错了 它不是来弥补你缺陷的 婚姻是来向你表达地球上有爱的 就是这样 爱情 所有的东西都是向你表达 这个世界 这个物种 人类于人类 有一种爱是存在的 它不是来弥补你的缺失感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从情节欲害里边去 见到空隙 就是 当然说佛弟子们 他们从离情去开始起步 他只是因为他承受不了这种情欲的腐蚀 他还没有那种能力 我觉得四个人 我们是度有情众生 你最终要在情里边解脱 亲情有情爱情都一样 那假如你说就是 曾经离情去的阿罗汉 他要发心左右大致的话 他这个曾经的离情去 会不会浪在心里 一个生这么不静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据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的 曾经离情去的 其实很多的人 他们在这里是有运气的 他把所有的新行为当成了邪淫 那么他不自觉的 他越怕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他的诱惑越困扰 而且越有诱惑 他抵抗不了这种东西 他觉得因为他越恐惧 这个东西反中又越强 反中又越强 他就越怕那些东西越来 因为假如他没有出家 是在家人的话 他觉得他生理上是有欲望的 如果这个世界又有着诱惑 那么他每次欲望的满足 对他都是一只伤害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在协议 那么每次他在做新生活 或者欲望的满足 后以后他都会有一种 很痛苦很纠结的心态 就觉得罪恶感 或者是认为自己掉入了 一个无法解脱的套里 所以我解脱不了了 我成不了道了 我又做了这件不好协议的事 我完了我就 我如主杀成走啊 我现在不行了 他就很痛恨自己 甚至有些人会水大石桥 就是很多人表现 就是因为他觉得欲是水大 身体会出问题 生理上会出问题 就是他太恨这个行为了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有这个欲望 这是走大成道的一些 修行的以前出家的一些弟子 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怎么样在走大成菩萨的 但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并没有真的很好地讲过 怎么样去面对 是接纳他 还是放弃他 还是去体验他 都不是死活在当下 是让自己逐渐地走在当下 情感的东西不是 真的不是你压抑 或者是你排斥 或者是你放弃 或者是你去觉得他饿 或者散 或者去评价 你没有办法评价这些东西 你要解脱 到最后我发现 你只有活在当下 你才能走出情感 有的人不是在生理上没有 但是心理上会有 就像心灵一样 他会 他心理上需要一个异性 或者来安抚自己 或者是心理上 他是渴望一些 就是有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或者在头脑里 他并不是说怎么样 但是真正地走出来 从这个梦里边走出来 就是需要慢慢地这样子走 就是这样 很多出家地者 在重新走这条路的时候 更艰难 那个痕迹太深了 他就认为他是追悟的 你不可以给他下任何定路 他就是个行为 比如说修四禅八定的人 修四禅八定 从林青区域走的人 他修正到天人的等级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出产 你知道性行为 已经对他未如嚼蜡 就是你看那些经典会记载 那些阿罗 他其实他在做的时候 他是没有快感的 他就像嚼蜡一样 没有感觉木然的 就是林青区域的 就是从这个楼上走到出产 就可以打 就已经是这样的 就没有快乐可言 但是他心里边的那种情欲 并没有断 就胃头嚼蜡 他也在做 或者是他心里内心深处 女色或者男色 对他还是有诱惑力的 遇到缘 很深的 他仍然无法看 就是这样 只要你去排斥这个东西 给他下定义 就算他未同嚼了这个行为 你已经太看重他了 为什么你一定很看重他 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 这个东西太多阴影了 尤其是阿罗海尤其是那些 曾经在修行 实践经验的那些弟子 纪律很经验的那些弟子 这个东西 简直就是山下的老 或者是不能提的 他已经太恐怖了 好像让他一定会生然剧毒 或者让他会陷入地狱 不可自拔 他已经不能简单地 把他看成一种行为 因为他跟很多的信息 连在一起道德观念 很多的对 但是我们在人道 我也经常会说 教育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说你不能乱营 你不能跟很多人 没完没了发生新关系 这样对你的身体不好 因为现在传染病 也很多孩子 比较后扰 第二呢 你的气脉会很乱 很散乱 你无法得定 等等我也会说 但是如果对一个大乘道菩萨 他在修正的过程中 如果一定给这个东西 定一个很斜 很定义的话 你已经太着了他的像 你已经深陷其中 已经深陷地着了这个心的像 如果你着了他的像 你想放弃是不可能 你反而是越挣扎 泻得越深 他在你心中的痕迹 就算你这一次 我一次也不做 我跟任何男女没关系 但是他在你心中的痕迹 去不掉 你无法原证 他是要不断地清理出来 让自己从这里边拔出来 然后看见自己是没有缺陷的 很圆满的 如果你在当下看到了 这个行为的清净 污染 OK你知道吗 你断了 只有那个时候 你情欲这一块才能断尽 否则你断不尽 你就算出了假戏了 同样没用 你没断尽 你真的看到他清净了 他比吃饭这件事还淡 有什么呢 如果你老公今天没陪你吃他饭 你会抱怨他吗 如果你晚上要求他跟你在一起 他没有拒绝了 你会怎么想 一个月拒绝了 你会怎么想 如果他一个月没跟你陪吃饭 说我很忙 你怎么想 为什么这两件事不一样 因为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信息在里面 跟这个行为略结了 有一天你解脱的时候 这件事比吃饭还胆 他不是说你们又兴趣了 不感兴趣了 或者他是个好的坏的 你不是那样的 你照样可以结婚 你可以生子 你可以过很幸福的爱情生活 没问题的 是 他就是那样 因为你在圆满 圆满什么东西都没有痕迹 没有任何东西 他不陪你吃饭就不陪你吃饭 他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 是不是 他不是你生命里面最重要 你的圆满和幸福 不因为任何事情在影响 那个时候你就叫自在 其实说这些都是后话了 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你怎么做 每一节事的过程 去回到这个源头 就是说 因为当你回到源头 我觉得我说的都没有 因为你会体验 你回到源头你是什么样 你会知道 我说这些源头上的话 只是说 它可以的 通过这些路可以达成 达成解脱 但是这个过程你要去努力 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怕情感里受伤害 穿越这种伤害 你会成就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不要哭鼻子 就是说按着佛的直接这样走 没有东西不可穿越 可以成就 也许痛苦和折磨 越多 你成就的越快 只要你能梳理起那个信心 但并不代表说 这个世界没有坏人 到回到这个世界 你仍然知道 有些人的行为是有问题的 有些人真的是有问题的 你还是知道 但是你可以像佛一样的生活了 是吗 全天下的人都那样 你也可以活得像佛 全天下的人 到了后来 你可以活得像佛 你可以教育他们吗 是吧 他们改就行 你不改拉倒吗 你继续教育吗 下辈子再来教育吗 下下世再来教育吗 是吧 不是一世就能改的吗 但不影响你活得像佛 不影响你自在 对吧 你不是来这个世界 想活成佛吗 不管你是单身 还是结婚了 还是正在谈恋 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穿越的 怎么都可以穿越 只要你有觉受 你就可以穿越 就怕你没觉受 麻木了 是吧 所以你有觉受 能哭鼻子还是有觉受的 是吧 是吧 你还知道苦 这个挺好的 继续修 就怕麻木了 连没反应了 这个玩儿挺麻烦的 他不在乎的 他不会受伤 你受伤的 他不受伤 但是他有他受伤的事 你就穿过他受伤的事 OK了 他在乎的那个角度 我跟你这是不一样 可能他因为没WiFi 受不了 我们不回忆了 他说我家今天WiFi没有 我今天一晚上没睡呢 你就可以教育他 你怎么可能因为没WiFi 而不自在呢 我有一个短信 开心一个 开心我记得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